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总是要走出来的嘛 阿呆反正他说他也没钱买新车嘛 他已经没有钱了 我要思考说阿呆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买了这么多台新车 还有一台 还放在那边掌灰尘 反正呢 也卖不掉 不是啦 真的也没有很想卖啊 这车不错啊 卖又没什么钱 对不对 要我跟原厂一起跳我才不要咧 要不要自己跳 人家集团耶 我是怎样 犯团 对不对 而且我也觉得这个车 外型啊 配备啊 内装啊 开起来的感觉 我自己都蛮喜欢的 阿呆现在没车开 那就阿呆在车 去保个保险 你就先开 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阿呆就先拿来代步 顺便呢 跟网友分享一下 开这个车的心得 回原厂 保养一下 看看原厂的配备怎么样啊 先看一下原厂还戴不戴 原厂看有没有黑丝袜啊 有没有 咖啡喝啊 有没有吐司吃啊 之类的啊 这个我们小时候满街跑 我家里爸爸 小时候 也有一台 让小朋友认识一下这个厂牌 到底车子好不好 阿你就边开 里程越多 然后我们官网价钱就越低 阿开到卖出去为止 你就是他的倒数 第二个男朋友 阿们都要叫我表哥耶 你这样每天要买啦喔 被你讲成这样怎样买啦 咖啡 以后如果这个方式顺利的话 没准有一天你可以开到GTR 爸爸我要买GTR 给你奔机就好吗 我要买GTR咯 会排斥吗 不会啊 他蛮好看的啊 这个开出去 至少现在的新妹 虽然是看不懂 不过看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 这样就好啦 那我们就期待阿赖的分享啦 我有问业务 然后他们说 车子的部分可以排 但是人员不方便拍摄 所以可能我等一下再用 转述的跟大家说 例行检查做了什么事 我昨天去查 他跟我有一个租车服务 租车服务 还是车子卖不掉 又开始做租车的生意 车子卖不掉 然后想说不然 开始做租车好了 我是不知道啦 那我们出发吧 诶我们到了耶 我们到租车公司了 没有车啊 没车啊 没车 还是没车啊 白痴啊 我记错了啦 我刚刚做完那个例行检查 他就是检查一些五油三水来量 现在的电瓶跟胎压啊 阿赖的新车的话是 10000公里或是一年 看哪一个先到 他们24年就没有在进行新的车了 所以现在如果你去订车的话 然后交车段是交二三年的车 他就会比较建议说 5000公里的时候 就顺便把机油那些先换一换 我刚没有换是因为 我们都有在开嘛 那我们就等一万再换就好了 因为他们那个是因为 摆在那边然后都没有在动 怕机油变责 所以例行榜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 也是算关心客户的一种 但是我刚刚有注意到一个 特别的是 他胎压帮我打38 但我个人现在开起来 我觉得太薄了 少了一开始的舒适感 我老实讲我觉得那边 没有当展示监督也太浪费了 然后你那个展间放那么多张 圆桌跟圆椅 比如说你也不要摆多 也不是你也不要摆多 他也没几台车 就每个车型都各摆一台 其实 空间应该都还够用 啊我们长车要干嘛 他们又不会听我们的话 你要想他内湖放一台 比如说阿斯川 然后刚刚那冰江又放一台台车车 他就有两台展示车勒 他本来就已经卖不掉了 他跟我说展间在内湖啦 他的维修跟展示间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也看不到新车 也没有冰淇淋刺 也没有黑色化 好就这样 好的那前面大家应该也看到我 我上次跟芒果去 原厂做完检查了 我接手的时候应该是3000多公里 现在已经被我开到6000多了 简单分享一下我这三个月 一些小小的心得 我不会拿他跟其他车座比较啦 就是同级巨的我不会 因为同级巨的说实在 我也没试过 我也没有那么长期拥有过 拿他们来比较好像有点不太正确 等一下我要分享的 都是我个人很主观的意见 我可能会用我以前 开S300的角度来看 这台车 那大家就斟酌参考 第一个就外观啦 外观 应该不用太多介绍吧 上次老板都看过啦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啊 我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他跟我们之前 我跟阿哲拍的Seed也很像 就是你要有个人特质 然后你不想要跟大家一样 又是奇怪的颜色 然后跟不普遍的车款 很有个性 对就要有个性的车 这三个月来啊 因为我天天开嘛 虽然说是公司的车 但是我还是会去享受 自己一个人半夜去洗车的 那个感觉 这属于我自己的小时光 我还是有保留住了 但我觉得一个蛮困扰 就是他的这个 黑化的套件的设计 我今天早上才洗完车 你看我的轮框 已经脏掉了 很明显 然后我看到了就会觉得很 很阿扎 因为我明天就才刚洗好车 有些人觉得黑化好看 但是黑化觉得比较难顾嘛 我觉得蛮方便的一个是他有 自动远离 锁车跟上锁 不是 锁车就是上锁 自动远离就锁车自动 靠近就解锁 但是他有一个 我发性的问题 就是他有时候感应不到钥匙 10次可能会有一次吧 但是也不是钥匙没电喔 因为我也换过电池了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看看他有没有用 有 锁起来了 他现在锁起来了对不对 对 好 那我靠近了喔 打开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方便的功能 就是从我以前那个 旧世代的车 一下子 跳到这么先进的车 我会觉得说真的非常方便 因为我就 再也不用把钥匙拿出来了 所以钥匙只要放在包包里 跟你一样 对不对 你也是钥匙就放在包包里嘛 对 但是 我的车是他的半套 我没有离开锁车 我只有靠近解锁 但是这个拳套 偶尔也是会感应不良 就是我靠近他他不会解锁 就变成说我要手动 或者是我要去摸这个 但是这个有个坏处你看 他也不是每次都感应得到 他是伸手进去解锁吗 还是他一定要按那个解锁 按啊 你看 他是用按的解锁 我要是在身上啊 可是我门把打不开啊 所以并不是每一台车都有拉门把就开耶 我上次不是在讲那个Seed是黑眼痘痘 就不用两条线在那摸 为什么我会说黑眼痘痘比较实用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按钮 他这个他是一个触碰的概念 所以他有时候会触碰不到 再来一个下雨的时候 门把不是湿湿的吗 他更感应不到 我觉得这台车里有个蛮缺点嘛 小缺点 因为他的车顶啊 后面是修下来的 所以他的行李箱空间这边就变小了 他的切口是比较斜的嘛 进去 其实是有点不太够用 哦他压到了 对啊关不起来 虽然说他这个溜背的造型蛮好看的 但是就变成说他会压缩到行李箱的空间 再来车里有个很特别的 这边 他的镜头旁边有个小豆腐 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猜是开行李箱 没有他开行李箱盖跟Golf一样在这里 啊解锁咧 他是解锁 不是这个小豆腐其实是一个 噴水头 那他洗哪里啊 洗镜头啊 看似没什么用对不对 我跟你讲超好用 充满了脏污的倒色行李箱 就看不到嘛 那我就剥一下 雨刷的剥干 他这边就会噴水 他就会把这个镜头洗干净 而且这东西是你真的有在用 你才会发现到的东西 上面真的会太聪明了 不是他那他为什么不学冰室 还是浮屍把镜头藏在里面 有 我刚说的小豆腐就在这里啊 噢完了本帅了 噢 莫克 他要刷后雨刷的时候才有啦 你注意看画面喔 他的摄影机会动 但我不知道他是物理上摄影机动 还是画面上去移动 好你转方盘 转了 换另外一边 转了 这台车 他有迎冰 他要帮我调到我的位置 然后他洗我的时候会有 结束音效 关机声啊 很有仪式感 所以我才说这个车很细心啊 他会做一些 平常人不会发现的 他旁边有附一个环境 他大壳也不需要这个功能喔 可是他蛮细心的 他多了一个这个功能 一般来讲你靠近一个地方 他不是会嗶嗶嗶嗶嗶吗 他很特别 比如说你靠近右前方 他是右前方的喇叭在嗶 他的提示音是一个360度环境音 有什么实质上的作用吗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 但是你就是觉得 哇 好炫炮啊 他现在显示这边对不对 对 声音从哪里来 右后方 诶是前面 是前面对不对 是前面是前面 有没有 有没有在后面 对声音在后面 声音是后面的 啊变到旁边了 旁边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细心的设计 几个小缺点 你看他有实体的冷气的按钮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是可以挑 然后吹头还是吹脚的 我不知道是我没发现还是我没找到 但是萤幕里面有 在这 再一个 它的温度显示很小 你看我现在调 哦很小 很小 那这要是老板不就 老板搞不好 距离够 距离够 距离够远 他不要觉得很清楚 哈哈哈哈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温度也很难调 我现在是常住在22度 为什么 因为我往上调23度 我觉得它就更迷了 就是我觉得它的22度跟23度的 温差 可能不止一度的温差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中央这个啊 我已经开这么久了 我还是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调才可以让我很舒服的吹到风 往上调的话 感觉又有点吹不到我的头 往下调又吹不到我的冷 往这边又吹去你那儿了 往这边又关起来了 你的副架其实你自己有两个可以调 我只有这边这一个跟这边这一个 方向盘很轻 我一开始不太习惯 因为它是300比较重一点 我那时候有加速方向盘嘛 然后我第一次摸到的时候 我就说哇这方向盘也太细了吧 我有时候顶车甚至一只手指头就可以搭了 但是你反而会觉得说 其实这样轻轻的没什么不好 气息的没什么不好 因为握起来没有负担 你如果真的需要重手的时候 你去调模式就好了 它的那个P档那么小 你会不会觉得很难按 不会 我反而是这个M有时候摸不到 它这个车机啊 它是属于比较宽的对不对 所以我一时时间换过来这台 那个导航的部分习惯一下 这台车我觉得很棒的是 它Apple Car被无线跟有线都有 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连线非常快 基本上我只要开车门上车按发动 它就连好了 但是它会有偶发性的当机问题 就不知道那个是iPhone iOS端还是设计端 有时候它会连不太上 大概这三个月我遇过三次而已 需要手动去重连 平常都是满快就连到了 然后我还有一道一个问题 就是我上次回厂的时候 我有反应给原厂 打R档的时候 后照镜会往下嘛 它有时候你打回D档它不会回来 它有帮我把电脑重置了嘛 现在它会回来 但是我有好几次 我会没有回来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系统的bug吧 内装我就不介绍太多 因为之前小时都看过了嘛 但是我觉得我很有感的是 这张椅子 设计得很舒服 那时候它有讲是 什么AGR 什么脊椎什么 什么东西认证的椅子 我跟你讲还真的有用 我觉得整体坐起来是很舒服的 而且很贴的 然后它的驾驶座又是12项可调 它的腰靠是上下前后都可以调 所以以前都会觉得腰靠有什么用 我真的用到最后发现腰靠 好好用 你还记得为什么我当初我的300会去换成200的椅子吗 我那时候不是就是为了要有脊皮跟皮 那我觉得这很棒的是 它中间就已经有点是防滑的材质了 防滑效果很好啦 然后再一个是 它这个腿靠啊 可能我脚比较短 所以它凸出来就会有点太凸了 分享一些我实际上用到觉得棒的地方 跟一些小缺点 小缺点就是冷气舒服孔之类的东西 跟偶尔cover会当机要重连 但是连的速度很快 我觉得这个蛮酷的 你说没有系安全带的啊 对啊你看我不细哦 你看它会变红的 虽然网友可能会觉得很无聊 你一直看到啊 讲到这个有时候那个有点烦 那个包包啊 我的电脑包有时候会放在副驾 他就觉得那有做人 然后就会亮红灯 因为等下我开始动了之后 他确认这边没有人 他现在亮红灯嘛 这些东西洗掉 哎 洗掉了 那其他的我们就上路 再讲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八亿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逆 在车我从8月开到前展 然后我解锁的时候 应该是3000多公里 然后现在已经跑6687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就有去算大概的油耗 大概都在14点多左右 然后我有开到最好的时候有15过 现在上面写的是 我上一次加油之后我重置的 我今天要拍片 我故意开到亮油灯 这一桶我 跑了717公里 然后电脑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14.7 那我们现在去加油 加油然后把它交到自己跳停 然后我们再来算实际 我们算出来跟它电脑是不是一样的 我这一桶总共开了717公里 然后我们刚加了50.465 等于14.2 07 8 6 6 8 那它这边写14.7 所以还是有点落差 我上班都是高速嘛 然后回家是达官司山上 下个高速公路也有市区 然后我最近也比较常回靠远 我也不会开什么怠速熄火我都不会 所以我就会正常开 顺顺开 高速公路就用跟车定速 我自己觉得感受蛮大的 因为我以前开S300 一个一派可能就要加油一次 因为这才7嘛 现在是14等于直接翻倍 我们现在加完油了嘛 又重置对不对 是要按这个 好了它归零了 总里程现在是跑6688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从我们交车到现在都 没有去更动这个表 所以这边算出来的油耗是13.5 其实一开始有点 开的时候会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以前是开大排量 然后自然进气的车 加速的话它就是 顺顺的一直就上去了 小排量涡轮的话就变成说 踩下去之后会突然有个冲的感觉 它120匹嘛 就很多人现在不会都会说 三缸车然后小排量涡轮够不够用 但是我自己实际这样用下 我是觉得好像够用 我们没有要干嘛 我们就是通通骑啊 上班下班 120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够用了 它的扭力我记得是23 整个起步算轻快的 然后我觉得这台车有一个蛮方便 蛮实用的就是它的跟车 而且它的跟车的设定是很简单的 因为毕竟我是从一个2000年代的车子 换到这个 我会觉得说好多东西都很棒 很进步 所以我不是常常跟你们说 我会被这台车重坏 那跟车的话就是这边有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它会再按一下它会是定速 再按一下就是跟车 跟车之后往上拨 然后设定时速 现在它感应路牌是80 然后按OK它就会自己跳80 那它那个跟车的距离也是在那边设定的 这个 有没有 有耶 它的车道至中啊 至中喔 我们台北不是有一些连落到 是稍微有一点弯度的吗 不是说在那边修修修 不是有它就是一个角度上这样 呜就下去了 甚至它加油门 你也不会有什么太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你看 这是我常常发生的 它会不知道我的手在放到板上 有时候要稍微捏一下 这边它有一个暂停功能 按下之后它跟车就会暂停了 我觉得这个蛮方便的 像我现在如果再按 它要跳60 就表示它知道这边是只能到60 它会侦测那个路牌 我自己使用下来 我有发现几个缺点 第一个是它的后照镜 它要收上来一个仰角嘛 你看那个右上角是不是有个角 IS300它是比较偏方正型的后照镜 所以看的方法会比较广一点 但是它这个因为造型的关系 它收了上去变成说那边有一块我看不到 再加上它的盲点系统啊 距离方向灯太近了 然后甚至是有时候下雨天 因为雨滴不是会在后照镜上 有时候分辨不出来 到底是我的方向灯还是盲点 因为它盲点不会嗶嗶叫 又加上它敏感度比较高 所以它亮的几率蛮平凡的 929只我就会无视它的存在 哇 好差七耶 有拍到吗 有啊 有拍到吗 有啊 我觉得这台车整体来说蛮舒服的 舒适跟操控都有 因为你像我们在过这个平地的窟窿 它其实是有吸震吸掉 像有些车避震很硬会硬撑回来 加速一下 踩了跟来的中间是不是有隔几秒 踩了 来了 好 现在过弯 其实支撑性蛮不错的 然后它驾驶模式有三种 Eco 然后Normal 跟Sport 方向盘啊 会根据模式的不同 重度会不一样 我之前那台IS是210几匹嘛 那这台是120匹 这样开下来我会觉得开这台车的时候更轻松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一个习惯问题 换个心态去想 其实120匹就够用啦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要跟人家竞速 还是每天都在跑山之类的 虽然说账面数据打开来看 你会觉得动力好像很小 但实际开起来 其实你也用不到什么太大的动力 然后这台车我觉得有个缺点 它的坐姿啊 因为我习惯要看到一点引擎盖 比较好抓距离 我不知道是我不会调还是怎样 调高了感觉又太高 调低了呢感觉又太低 它的中动台好像有点隆起的感觉 对它稍微隆起 再加上它的A柱啊 跟后照镜整趴在那边 我觉得稍微有时候会挡一点视线 跟视觉上的视角 大家都很常说三缸会有什么 抖动的问题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台车 抑制的已经算好了 好我们现在是打P档 拉手拉车 微微的抖 我如果不跟你讲 搞不好你不会注意到 但是如果我打D档 你看 就是启动那一下 对 而且原因是我要起步的那一瞬间 抖动是最大的 而且它会有啰啰啰啰的声音 就这个抖 嗯 可能要停下来这个 但是当我们开始在动的时候 你就感受不到三缸的抖动 总结来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新进上的转变 会不会是因为我撞一个脑袋开了 就会觉得说 其实这种车 现在车越坐越大的台 这种车现在来讲算小了 够用 然后舒服 不用太运动 好像就好了 有一个缺点啊 刚刚忘记讲到 每一次上车就要按 怠速关掉 这好像是每个人的车子的缺点 就是只要有怠速起火这个功能 然后大家一上车就先按掉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有个好处 它竟然有常驻的室内循环 哦 对啊 有些车上车它会先室外嘛 反正总结来说 我觉得 开起来 满满意的 满轻松的 就是够用就好了 到底是为什么啊 一瓶 是我真的年纪有了 还是我真的是被撞一个脑袋开了 因为我也没有不爱我的IS300啊 但现在反而就会觉得说 诶 这种排气量 然后这个动力其实就够了 又省睡筋又省油 好像很棒 可能是 我觉得两台车都有它的优点 可能一开始你在开IS300的时候 你看到的优点是那些动力啊 操控啊 对啊对 这一次你试驾到了这台嘛 所以你就看到了它的优点 然后你就发现了它的美好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 可是我真的觉得跟年纪有关 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才25岁 我可能还比较要求用油 动力一点 现在反而是 勾用然后经济实惠 省油省税金 大家都会问说 我什么时候要买下一台车 可能没有那么快 因为最近家里有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现在买车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 感谢大家的关心 因为大家真的 蛮多人会私讯我 所以什么时候要换车啊 或是期待说我下一台车的改造影片啊 但是老实讲 我自己没有那么把握 我什么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点 去购入下一台车 跟去找到一个适合我的车 但这段时间我还是会去慢慢去试说 什么样的车才会真的适合我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试驾车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们有推荐我 觉得什么是适合我的车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试试看 看到这边一定会有人留言说 带你为什么不买这台就好了 一定吧 你刚刚就要问我说叫我买这台 第一个品牌关系嘛 第二个是 这车的单价其实不便宜 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不适合 我现在这个年纪跟我现在的生活 开销跟方式 因为毕竟我还是有房贷要缴的 那我怎么不可能房贷缴了 然后又要缴车带 那这样我就没有钱够生活 也有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为什么S300不修啊 修了前真的不划算啦 修了前我真的可以再找一台 状况还不错的二手车 毕竟它也是有年份的车子 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 虽然说它是我第一台车 然后又清手打造出来的没有错 但是还是要往现实面看啦 最后不眠俗了 又到了这个感谢的环节了 谢谢老板啦 就是无偿的借我一台车开嘛 然后又是年份这么新的车 我才刚撞完车欸 你才刚刚在高中那边撇掉 你会借一个这么新的车 给一个刚自撞的人吗 如果是我可能 不考虑一下下喔 但就刚好有机会啦 可以吃到这个车 也还蛮不错的 那也意外发现 可能之前老师推车的时候 没有发现到的 有缺点 所以我真的觉得一台车 真的是要长期的试驾下 你才知道它的好处 它最有感的就是油耗啦 直接剩一半 对我的生活上面帮助最大 真的就是那个 有钱的部分 好啦 反正就是 谢谢老板啦 就是这段时间借我这个车开 那这个车 我应该还会继续开啦 具老板只是应该是 应该看到卖掉为止啦 诶 讲到开到卖掉为止 你知道我们官网上面啊 底层数上面写850 现在已经6709了 因为他也知道我最近要 比较平凡的回桃圆嘛 他还愿意借我这么新的车开 然后让我跑中雨的地方 每天从新店开来南港上班 大家也知道 里程对一台新车的价格 是有影响的 谢谢的啦 今天这一集分享就到这边啦 以上就是我开三个月 然后三千多公里的心得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开这台车的话 如果我还有发现到什么东西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我个人很主观的观点 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是 你们真的要去试了才知道 像是后照镜 车机会荡机或是感应不到 也许只有这台车有发生过 我只是把我发生到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影片记得 订阅分享按钮 按下小铃铛 然后下次见 拜拜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花艺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莉 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就是 这两个洞啊 仪平你觉得这是什么洞 那不是USB吗 它看起来 坐起来 而且它有带灯 对 它亮起来是USB A 但其实它是Type-C 真的欸 那它干嘛要这样啊 我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